有两件事是基督徒必须面对的 第一 懒惰是一种罪 你很少听到传道人讲这种罪 有一个天主教神父告诉我 没有人为懒惰认过罪 很多人认过各样的罪 却不包括懒惰 懒惰是一种罪 会得罪上帝 你如果不相信 可以读读真言这卷书 这卷书不是为女人或小孩写的 完全是为男人写的 真言提到了这种懒散的罪 提到懒散懒惰的人 圣经称这种人为懒惰人 说你如果犯了懒惰的罪 就要去附近找个蚁窝 去那里默想蚂蚁 这能解决你懒惰的毛病 你去找一些蚂蚁 坐下来观察 好好默想你见到的景象 它们是上帝造的生物 好好观察它们怎么工作 懒惰的人啊 你去查看蚂蚁 圣经上的真言这样说 懒惰是一种罪 是在浪费上帝给你的恩赐 浪费时间 浪费精神 真言说 懒惰人在床上翻来覆去 就像门扇在枢纽上旋转一样 是不是很有意思 一个人赖在床上 像门扇在枢纽上转来转去 各位 这真是生动的描述 圣经跟生活息息相关 所以懒惰是一种罪 另一个结论是 如果在上帝眼中懒惰是罪 其实这是七种致命的罪之一 天主教把懒惰的罪 和骄傲 情欲 愤怒等罪并列 第二个结论一样严重 失业 是一件恶事 懒惰是一种罪 失业是一件恶事 基督徒必须要站在前线 对抗失业问题 男人失业是很糟的一件事 男人失业比女人失业更糟 我先前已经解释过 每次看到基督徒对抗失业 我都觉得很开心 英国中部有个小矿 以前专门开矿 现在矿坑已经关闭了 在这个矿村中 每个人都会在矿坑工作 你们如果在肯特的矿坑工作过 矿坑如果关闭 人人都会失业 商店也会关门等等 那个小镇有一间很小的 五旬宗教会 他们决定解决失业问题 村子里有一栋空的维多利亚校舍 教会去询问能不能借用 然后邀请失业的男人来这里 由其他会友 用一年的时间 教每个人一项新技能 培训结束以后 教会就帮他们找工作 当时村子里头来上课的男人 多达75个 我去拜访哪个教会 因为他们邀请我去讲道 我当时迷路了 就到有人排队的公车站去问路 我问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这间教会在哪里 他们一听到这间教会 整张脸都发亮 异口同声说 这是间好教会 说这间教会 对他们社区的贡献最大 他们一直讲个不停 也不告诉我教会在哪里 他们对那些基督徒的付出 都非常感动 我到了教会以后 对大家说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我在外面听到了 很多人说你们的好话 说你们多么关心 村子里那些失业的男人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 我总是尽量跟别人讲这件事 我会告诉政治人物 会告诉愿意听的人 我有一个解决男人失业的办法 但是今天的人不会接受 我的办法是 不要付钱给 无所事事的失业男人 应该把钱 付给他们的妻子 让他们待在家里照顾孩子 把工作机会让出来 给男人做 我建议这个办法 原因有两三个 我以为只有我想到这个办法 后来发现 巴巴拉卡德莱也有同样的想法 他也想到同样的办法 我认为十岁以下的孩子 需要母亲待在家里 他们需要母亲 直到十岁 很多母亲在工作 孩子要托给保姆照顾 男人更需要工作 而不是钱 但是英国三分之二的工作 都给了女人三分之二 原因当然是 女人更适合做这些工作 工业革命时代的工作 需要男人来做 工厂里需要男人的手 和男人的肌肉 很多工作都会雇佣男人 但是技术革命时代的工作 女人更为擅长 所以工作都给了女人 女人打电脑键盘的效率 远高过男人 我可以告诉各位 英国有两种行业 成长最为快速 一是服务业 一是资讯业 两种行业都是女人比较擅长 因为女人的语言能力比较强 表达和沟通能力也比男人强 所以越来越多的男人失业了 我认为这些工作最好让男人做 即使做得很吃力 但至少他们有工作 太太呢 可以待在家里照顾孩子 可是目前的报税制度 歧视婚姻和家庭 这点我们必须要清楚地说出来 这对家庭和社会都很不好 所以失业是一件坏事 是全欧洲的一个大问题 德国在东西统一以后情况更糟 我在德国也是这样讲 如果我们没有影响力 至少可以鼓励那些有影响力的人 去帮助那些觉得自己对社会没有价值的男人 以上是从创造的角度来谈工作 但是现在创造已经无法影响社会 影响社会的是人类犯罪这件事 因为这世界已经不是上帝起初创造的样子 罪进来了 罪破坏了很多事 其中一项是工作 圣经上 亚当刚犯罪的时候 虽然是受到妻子主导 但是责任在他 亚当受到了惩罚 从此必须要更辛苦地工作 要辛苦很多 他的工作不再只是摘果子 修剪果树 还要用梨庚地汗流满面 他不能再摘到果子 我请问各位 你们知道一个叫做大卫罗的人吗 他上过电视 你们帮我拿到了他的电视访问带 很好 这个人很不得了 他不是基督徒 他是研究古埃及的学者 在埃及研究考古学的英国人 他一心想知道 旧约圣经到底是真是假 结果他有很惊人的发现 大约是四五年以前 他写了第一本书 讲他怎么样在埃及 找到了约瑟住过的房子 还有约瑟的雕像 他的故事真是精彩 他发现旧约圣经 有很多事都是史实 他并非别有用心 他其实并不相信圣经 所以才会这么有意思 他最近写的一本书 在问创世纪是不是真的 到底有没有伊甸园 这个地方 他用抽丝剥茧的方法 最后找到了 大卫罗他找到了一个 高山围绕的山谷 山谷很小 里面都是果树 他记下了位置 也照了像 而最令人惊讶的是 他根本没有兴趣证明 圣经是真的 可是却找到了证据 我昨天在读这本书 读得很兴奋 亚当必须离开伊甸园 这个考古学家 追踪了亚当后来的去向 总之 亚当从此要辛苦工作 做得心力交瘁 至于夏娃 她的家庭关系除了状况 她可能需要工作 其实圣经并不反对女人工作 箴言三十一章 讲到的财德夫人 还是个房地产仲介 她赚了很多钱 让丈夫很高兴 但是她把家庭摆在第一位 对男人来说工作摆第一 对妻子来说家庭关系摆第一 夏娃会在家庭关系上受苦 亚当在工作上受苦 人类犯罪之后 做的工作不再符合上帝的本义 工作变成了苦差事 对很多人来说 变得太辛苦 大家都渴望摆脱工作 很多人希望能够提早退休 或者是被资遣 只要不用工作就好 这不符合上帝的本义 工作变得辛苦很多 第二 工作失去了意义 工作的本身 不再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 除非是手艺精巧的工匠 对于很多人来说 工作只是为了别的目的 也许是为了赚钱 也许是为了得到权力 或者是爬到某个地位 工作本身不再值得去做 它沦为一块跳板 好达到别的目的 好达到别的目的 是追求其他目标的手段 这也不是上帝的本义 这也是罪造成的 第三 工作成了一个 不得不妥协的地方 除非你会被迫 你会被迫和其他罪人处在一个制度之下 给你压力去做违背良心的事 在堕落的世界中 别人的标准跟你不一样 越来越难维持道德 连医生和律师都是 更何况是其他行业的人 他们很难不跟同事的做法 同流合污 但是上帝说 这是不道德的行为 今天有很多行业 神不喜悦你去做 大家也都期待你换工作 有勇气的男人才敢拒绝去做 冒着失业 失去收入的风险 这也是在为他的家人冒险 拒绝去做上帝看为不对的事 但是越来越有必要这样做 罪破坏了工作 罪也带给工作各种错误的动机 贪婪 骄傲 工作变成了一种竞争 而不是合作 销售人员从别的公司偷客户 还很开心 他们刻意这样做 这是一个狗咬狗的世界 动机完全被扭曲了 最后一点 在罪恶的世界中 男人是靠工作找到自我价值 这很可悲 如果我在午茶的时间问你 你是什么 你会怎么回答 你会说你做什么工作吗 但那不是你 那只是你做的事 可是在现今世界中 男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工作 你是什么 我是屠夫 面包师傅 不对 这不是你 这是你做的事 你是谁 是上帝的孩子 你的价值就在这里 但是你如果失去了这个价值 除了对社会的一些贡献 你还留下什么 我在神眼中价值是什么 是到处讲道教导吗 不是 我对神的价值是 我是他的孩子 我是他的儿子 那就是我 至于我做的工作 没错 上帝也对我的工作有兴趣 但是我是什么 不等于我做什么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男人退休 或者被裁员以后 就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曾经在牛津 遇到过一个男人 连续被裁员三次 他是一个很有报复的男人 在一家大公司工作 却在短时间内 连续被裁员三次 他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 觉得自己毫无价值 没有人要他 我们不断地关心他 他渐渐看出自己 在上帝眼中是有价值的 发现这一点之后 他就可以说 主啊 你现在要我做什么 上帝说 我要你去服侍那些 被裁员的男人 今天他在圣公会 带领一项事工 专门帮助 被裁员的男人 他的人生变得很充实 是不是很棒 但是 在做这件事之前 他必须先明白 自己有什么价值 然后 上帝给他这份工作 让他可以做得更好 因为他被裁员过三次 他很了解那种滋味 所以确实可以服侍人 再来要从第三个角度 来谈工作 前面从上帝的创造 来谈工作 谈上帝对工作的本意 也谈到人类犯罪之后的生命 罪大大破坏了生命 现在要从救赎的角度 来谈工作 各位 我们活在世上 是要帮助世界 回到神的心意当中 让人看见神国在地上 可以是什么样子 也让人看见 上帝为我们 创造这世界的本意 让人再度回转向神 愿意竭尽自己的罪 成为合神心意的人 我们的目标 是要叫人看见上帝的本意 那要怎么样 才能恢复神对工作的本意呢 在基督里一定做得到 首先是要明白 上帝 为什么叫我们工作 上帝叫我们工作的理由是什么 圣经谈到三个理由 第一 上帝要我们工作 好好赚钱 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上帝要我们自食其力 好叫我们可以供养自己 还有我们的家人 还有多余的钱 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 这是我们赚钱的目的 去工作 赚足够的钱 好让你和你的家人 在经济上 不用依赖别人 而且还有余钱 可以帮助别人 可是今天有太多人 他们赚多少 就花多少 背了一大笔房贷 完全没有考虑到 利息会升高 很快就超出负荷 然后就负债了 他们赚多少 花多少 一旦需要花更多 就破产了 但是基督徒 不能够赚多少 就花多少 基督徒要拿钱 救助别人 不能光顾着自己虎口 但是基督徒 应当自食其力 不该靠别人的钱过活 即使是其他基督徒的奉献 我有一些 直接了当的话要说 有些人会问我 你是靠信心在过日子吗 我说不是 或者该说 我一直是靠信心在过日子 可是你现在不拿教会的薪水 没有固定的收入 没错 我没有 当我有薪水的时候 也是靠着信心 我靠着从工作得到的酬劳过日子 这是我赚来的钱 有的时候特会的主席会说 我们要来收爱的奉献 我会说那不是爱的奉献 那是我的工资 我们在上帝中都是同等的地位 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 耶稣拆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说人给你们什么你们就领受 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 我跟在座每个人一样 都必须做配得酬劳的工作 明白吗 说有些基督徒靠信心过日子 有些没有 各位 这种说法不合乎圣经 如果你是个小生意人 想在今天这个世界赚点小钱 知道基督徒不该负债 账单一定要准时缴清 不要等到律师的通知 那么你需要比我更大的信心 才能够过这种日子 顺服上帝 准时缴清每一张账单 不负债 因为圣经说欠债是罪 当大客户没有准时付钱 等到最后一刻才给 还要有足够的现金周转 这个人所需要的信心 比我需要的还多 我们都需要靠信心过日子 因为在这世上顺服上帝 要付很大的代价 我们都在赚取工资 都需要赚自己需要的钱 我不会寄信出去要钱 我没有教会或个人为我奉献 我靠着做事维持生计 我把这个叫做赚钱 这也是一种工作 每一个身心健全的基督徒 都有责任工作赚钱 工作是为了赚钱 这样才不用靠人资助 才不用乞讨 也才不用依赖别人过活 如果他们要送你礼物 当然可以 这没有什么问题 收礼是可以的 但人必须赚钱 所以保罗写给格林多人 和铁萨罗尼加人的信上说 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以身作则 亲手做工赚取收入 所以你们也要立志 不依赖别人过日子 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原因 不是唯一的原因 却是个好原因 第二 你工作是为了爱你的邻舍 工作一是为了赚钱为生 二是为了爱你的邻舍 爱你的邻舍是什么意思 不是见到对方就觉得甜蜜 心跳加速那种爱 这里讲的不是这种爱 这是罗曼蒂克的爱情 耶稣说 爱你的邻舍就是 但是邻舍被盗贼打伤的时候 你为他包扎伤口 换句话说就是 看见别人真的有需要 就去帮助他 那是爱你的邻舍 如果你的工作 是去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 那么你每天去工作的时候 就是爱你的邻舍 就是在遵行上帝的诫命 希望这会让你觉得兴奋 我提到 我写了一篇文章叫 让周一变得特别 基督徒应该说 哈利路亚 现在是礼拜一早上 我们会这样说 礼拜天晚上 而不是礼拜一早上 哈利路亚 今天是礼拜一 我要去爱我的邻舍了 我要去侍奉上帝了 这是截然不同的工作态度 但是你如果在帮助 真正有需要的人 就是在爱你的邻舍 有的工作比较难看出 是在爱邻舍 我听过 有个男人的工作 是拿一块木头磨碎 做成像覆盆子盒的形状 再参入红色的塑胶液 做成假的果酱塔点心 把这个当作食物放在盘子上 还别人务实咬断牙齿 我们要问 这种工作算是在爱邻舍吗 这算是在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吗 这种工作大概很难算是 有一种工作不是在爱邻舍 但这种工作在伦敦很普遍 就是金融交易 这种工作跟职业赌博 没有什么两样 都是靠别人损失金钱来赚钱 没有提供对方等值的服务或商品 伦敦已经变成全球金融交易的赌博中心 每次损失金钱的都是贫穷国家 因为这些穷国来不及周转现金 我讲这些话 给自己惹来了不少麻烦 有一次我受邀 向六百位证券交易员和律师讲道 他们要我 他们要我给个主题做宣传之用 我说主题是死了不能带走 就算能带走也会烧掉 他们严正地拒绝宣传这个主题 所以我只好 把要讲的题目改成 如何做死后的投资 因为耶稣常讲这方面的事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退休金的规划 不会去想死后的投资 其实就算是首付 断气两分钟后马上便平民 除非生前积了财宝在天上 耶稣教导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 但这是题外话了 我想金融交易只是利用电脑 在全球快速转移金钱 拿来做赌注 霸凌银行就是这样倒闭的 这种事由来已久 这根本不能算是爱邻舍 因为甲方拿了钱 却没有给乙方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作为回报 这些事我们需要好好想一想 真正爱你的邻舍 我再举几个例子让你看看 什么是真正爱你的邻舍 在里兹有一个清道夫 他每天早晨上宫前 会到圣公会一间小教会去祷告 那间教会现在关闭了 他走进教会 把打扫工具放在领圣餐的福感那里 跪下来祷告说 主啊 求你赐福我今天的工作 他扫的街道是全里自最干净的街道 他等于是全职服事的基督徒 但少有基督徒明白这一点 她是在卫主尽心竭力 在北京有一个女士 原本是北京医院首席外科医师 可是她成了基督徒之后 被开除医师职位 他们说她既然要当基督徒 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清洗马桶 这个技术精湛的外科女医师 改成在北京医院清洗马桶 她说 我把马桶洗得很干净 就像要给主耶稣用一样 她明白这个道理 她在做的是全时间的基督徒施工 大家明白了吗 她在爱她的邻舍 做一项必要的工作 并且赚足够的钱来供养自己 我永远忘不了在布莱顿 听见一个中国人分享见证 如果你在场听到 也会忘不了 她个头很小 因为信耶稣 所以被关了十七年 整排牢房只有她是基督徒 所以被派到最苦的差事 那个差事就是 清理牢房的粪便污水 每一间牢房有一个洞 经由污水管通到一个水泥粪池 是开放的水泥器的大粪池 每天住满牢房排出的会物 她的工作是把排泄物挖出来 放进一个手推车 然后推到外面去倒掉 因为她个子小 用铲子没有办法挖到粪池底部 所以他们就叫她跳进粪池去清理 每天早上她必须跳进会物 升级胸部的粪池 把会物挖出来 你会说这是天底下最糟糕的工作 她却乐在其中 原因很好笑 因为他们不准她在自己的牢房 祷告或是唱诗歌 可是她进入升级胸部的粪池时 发现方圆两百公尺之内 不会有人接近 因为挖的时候臭气冲天 她心想 我可以在这里唱诗歌 祷告 所以她就开始唱诗歌 她跟一个美国宣教士学到一首诗歌 独自徘徊在花园里 玫瑰花尚有一席朝露 知道这首诗歌吗 她与我同行 又与我共话 对我说我单属于她 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诗歌 所以她每次跳进粪池 就会开始唱 独自徘徊在花园里 玫瑰花尚有一席朝露 那臭味跟玫瑰香 根本相差十万八千里 她却说 那个粪池变成我的伊甸园 我每天都期待去清分池 这个工作不再一样了 当你听到这种见证 你会觉得 我怎么会抱怨我的工作呢 我怎么会以为自己的工作烂透了呢 那个人一面清分池 一面赞美主 他也是在爱林社 因为这是非做不可的工作 去工作的最后一个理由就是荣耀神 你要是工作马虎 就不能荣耀神 这关乎你工作的品质 和你对同事的态度 工作中的见证 不见得是到处分享圣经 或是讲述耶稣的事 工作中的见证是 让人看见你尽忠职守 就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福 我在皇家空军服饰的时候 有个士兵信了主 他在会计部门工作 几个月以后 我有个机会跟负责那个连队的指挥官聊天 我跟他说 我们有一个弟兄在你的部门做事 那个指挥官随口问问教会的情况 我说 我们有一个弟兄在你的会计部门做事 他问是哪一个 我说是丹尼斯 然后我说了丹尼斯的姓 他说丹尼斯是我最好的帮手 他非常忠心可靠 如果有什么事需要做 我一定会先找他 需要加班的时候 他都会留下来 他是我最好的帮手 这个人在职场有好见证 不管你做什么 都要像是为耶稣做的 监察你工作成果的 不是老板 而是耶稣 最后再讲一件事 我希望能给你不同的动机 来看待每天的工作 我非常相信 初代教会四百年来 所深信的一件事 那就是 千禅年 千禅年 不是西元两千年 而是新约圣经提到 耶稣会在地上做王的那一千年 让我们看见没有魔鬼的世界 有耶稣掌管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一切都由基督徒管理 电视由基督徒监管 从银行到法院 全由基督徒管理 这是白日梦吗 到时候 列国都会解除武装 世人不再学习战事 把刀打成篱头 把枪打成镰刀 圣经有许多应该 不是在讲天上 而是在讲地上 讲这个古老的地球 在对的政权之下脱胎换骨 那一千年 是从耶稣再来之后开始 君王耶稣回来之前 天国还不能在地上建立 但是君王耶稣一旦回来 魔鬼就会被赶出去 所以今天的政治人物 无法实现他们的诺言 因为魔鬼在掌管这个世界 他是世界的王 世界的掌权者 世界赶不走魔鬼 教会也赶不走魔鬼 我们可以救出魔鬼手下的受害者 显明神国度高过魔鬼国度的能力 但我们赶不走魔鬼 所以世界的光景才会这么糟 还一直在恶化 可是圣经应许 耶稣再来的时候 不是先审判活人死人 而是先掌管世界 在座有多少人相信 耶稣会再来 真的吗 有多少人相信 你会和耶稣一起回来 不多 为什么不会呢 不但耶稣会再来 已经过世的基督徒也都会回来 而且不止回来两分钟 别以为耶稣只回来两分钟而已 我相信初代教会的信念是对的 他们相信有形有体的基督 会在地上做王 这是当时一个主教说的 但是奥古斯丁排斥有形的世界 不能够接受有形有体的耶稣 要回到这个古老的地上做王 让一切脱胎换骨 狼和羊可以和平共处 狮子可以像牛一样吃草 你在圣经上读到这些话的时候 以为只是狮而已吗 还是认真相信这些话 世界终于有真正的和平 耶稣会用公平和公义来审判列国 今天的人得不到和平 是因为得不到正义 人如果觉得没有正义 就不会有和平 耶稣应许 他必要来解决列国的纷争 他们要将刀打成篱头 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出现在以赛亚书和弥加书的这节经文 被刻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面的花岗石上 但是只刻了半节经文 到时候主耶稣要在西安做王 化解列国的纷争 他们要将刀打成篱头 你不能光读半节经文 如果不能读整节经文 干脆不要读 我相信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会叫你和他一起做王 我们要预备自己好在将来管理世界 奉耶稣的名在他再来时一同管理世界 这会大大的改变我们对工作的看法 我家附近有个银行经理 他信主以后带领所有员工信主 去那家银行办事很愉快 有一次银行遇到了歹徒持枪抢劫 总共抢走五十万英镑 消息上了报 总部派心理自商师 去辅导行员的心理创伤 结果反而被行员辅导 我对那个银行经理说 将来有一天 所有的银行都会交给基督徒来管理 耶稣说 你若忠心管理别人的钱财 我就会给你很多钱让你去管理 你若在小钱上忠心 我就会把大钱交给你保管 耶稣将来也许会对你们在座某个人说 做得好 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我要交给你十座城管理 管理西庭博恩室 梅德斯通室 都有可能 有何不可能 你真的相信吗 我不得不写一本小书 因为教会根本不明白千夕年 只会想到西元两千年 上帝根本不庆祝西元两千年 连他的日记都没记载 我们也把年代弄错了 耶稣两千岁的生日应该是在一九九六年 你们都错过了 我写了这本书 千夕年的盼望 探讨今天教会对千夕年 持有六种不同的理论 当基督徒意见相左的时候 你猜他们怎么做 就会干脆不说 保持沉默 就是这样 像洗礼就是这样 只要基督徒意见相左的是 都不可以说 因为大家要合一 要团结 别提一件不同的事 所谓无千夕年派 前千夕年派 还后千夕年派 听过这些名词吗 各位 我有一个朋友说 这是个荒谬的问题 大家各持己见 现在有些人自称是 泛千夕年派 意思就是不管怎么样 一切问题到最后都会解决 我相信我们已经失去 未来的一个大盼望 跟我谈过话的基督徒 大多把盼望放在另外一个世界 他们对这个世界没有盼望 但我对这个世界有个盼望 相信耶稣会回来地上做王 我小时候常唱一首诗歌 那个时候不明白歌词的意思 只是喜欢那个旋律 当向再来的君王高歌 荣耀归于被杀的羔羊 生命与救恩在他国中 全地欢喜因耶稣做王 现在我明白歌词的意思了 我盼望千夕年来到 在新天新地降临之前 全地要看见耶稣做王掌权 是什么样子 信他的人要与他一同做王 他用自己的血 从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中 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上帝 在地上执掌王权 有一个穿着体面的男人 在聚会中听我这样说之后 来对我说 这是我第一次觉得 我的工作和信仰有关 我问他你做什么工作 他说我负责做 英国河川的污染整治工作 我们做得很好 连泰晤士河都有归于由来 我知道启示录说 末日的时候连海水都会被污染 各位 各位 其实现在就已经污染了 他说 耶稣再来之后 会需要找人来整治河川 我要这份工作 我要彻底研究这项专业 如果你的盼望 只是将来到天上 不停地唱诗歌 这跟你每天的工作 有什么相关呢 但是如果你将来 要跟耶稣一起掌管世界 电视不能播放 耶稣不能看的节目 杂志书籍不能刊登 耶稣不能读的内容 他会需要有人监督这些工作 所以保罗才会写信 给哥林多教会说 我听说你们中间 有相争的事 竟然带到不信主的 审判官面前告状 岂不知你们圣徒 将来要审判世界吗 你最好现在就先学会 要怎么管理世界 因为基督再来时 你会和他一同管理 这样的动力真好 哈雷路亚 又是星期一的早晨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